明明是水瓶 为何要让鸭子变成宅男宅女 鸭子离开了水 为何臭蛋会变少 鸭蛋越下越大 急坏了养殖户 它们究竟在急什么呢 水鸭子宅生活 科技院马上 知道你不知道的 让追问变成习惯 各位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暑期特别节目 你知道吗 我们的节目正在央视网同步直播 如果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 就有机会赢取大奖 今天咱们来说说鸭子 这鸭子游泳啊 那是天经地义的 尤其是到了夏天 这鸭子在水中来回的扑腾 时不时呢 再扎个蟒子 那感觉想想都惬意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吗 鸭子游泳的时候 为什么喜欢扎蟒子呢 猴往下探水吗 这样 那肯定看谁让没有好吃的 说到游泳的时候就是头痒的 然后就是挠一挠一的 原块吗 中间水里边可能比较温暖吧 大伙的回答可真的是五花八门 那么鸭子游泳的时候 为什么喜欢扎蟒子呢 王生宇 山东省农科院家勤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对这个原因很清楚 原来这鸭子扎蟒子呀 就是一个洗脸的过程 如果不能及时把眼部和鼻孔的分泌物清洗掉 鸭子就容易生病 所以说鸭子喜欢扎蟒子 就是为了身体健康 可是山东省宁阳市蒋吉镇 有一家养殖场 现在死活都不让鸭子下水了 这大热片的 人还要游个泳呢 干嘛要剥夺鸭子细水的天性呢 我要玩水 我要抗腻 还我鸭犬 他们不让鸭子下水 究其原因还得从十年前说起 那年崔智宇和孙丽辉 合伙养起了樱桃骨肉种鸭 繁育小肉鸭卖鸟 每天看着破壳而出的小鸭鸟 他们心里那叫一个美啊 不过美归美 美的同时呢 还有两大烦恼 这第一大烦恼 就是养鸭子太费水了 用水量太大 养鸭子还能怕浪费水啊 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况且啊 他们家的养鸭池子 只是在运动场上挖了一个三米建方 三十厘米深的水池子 就这么个豆腐干大小的池子 再浪费还能费多少水啊 量按我们厂现在这个规模来算的话 大概有七万多只 有运动场 还有一个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呢 一向每天最少也得换三遍 再加上刷运动场的这个水 这样算下来的话 每只的用量大概在13到15公斤左右 全场算下来的话 大概到900到1000吨 一天就要25万吨 除了废水 第二件让他们烦恼的事 那就是每天都会有很多臭蛋 大概会有0.5%到1%的臭蛋率 我这个地方一天就付20万枚蛋 如果是1%的话 这个量就非常大 2000 一天就2000个臭蛋 臭蛋是什么蛋 只要细菌一进到蛋里面 蛋一污染 就变成了臭蛋 最可怕的是 臭蛋在孵化机里面孵化时 还很可能会爆炸 在孵化过程当中 这个细菌 就进行大量泛制 在泛制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要产生起提 产生起提 这个起提打到一定的压力 那么你这个鸡蛋就爆炸了 爆炸 从而导致整个孵化箱 整个蛋车 整车蛋造成一个污染 这可真是 一个臭蛋坏了一整箱蛋 一个是浪费水 另一个是臭蛋多 为了解决这两大烦恼 崔志与他们聘请了 王生宇做养殖顾问 王生宇说 只用一招就能解决这两大难题 这个招呢 就是汗养 汗养什么意思 就是不让鸭子玩水了 它要让鸭子过上宅男宅女的生活 可鸭子是水禽呢 没水怎么过呀 这么个洋法 那还不是把鸭子往死里逼呀 不让我玩水 好无情 好残酷 好无理 汗养以后能够节约水 这个好理解 但是跟臭蛋变少 又有什么关系呢 除了有这个疑惑 崔志与他们 对于汗养的做法 也有一点担心 我害怕一个汗养以后 达不到的他的满足 会对他的身体健康 遭受影响 他们呢 对这做法是质疑的 还有一点顾虑 对我们规模化养殖来讲 更多的是考虑一个 种牙的一个生产性能 那么失去这些 这个天性以后 会不会对产丹率 那么造成很大的影响 不过专家说了 虽然不让鸭子下水了 但是呢 不是让鸭子彻底远离水 而是只要保证 他们随时都能有水喝 还能够在水里扎个蟒子 那么鸭子的健康就没问题 产弹也不会受影响 听了专家的解释 崔子与他们决定试一试吧 可是既要让鸭子扎猛子 还不能让它在水里扑腾 那要怎么办呢 专家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简单 仅仅是一个水槽 其实这个水槽里面还暗藏玄机 这个水槽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制作非常简单 比如说那个属的那个屁股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这个一种这个岛把它拉到一个口 起到八公分款 然后水位的深度 在一定为了那边呢 有一个付求 付求呢就是控制它这个水量 付求控制着水槽里的水量 当水位下降到最低的时候 进水口呢就会自动补充 当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 又会自动停止进水 这样鸭子是想喝就喝 想洗就洗 时时刻刻都不缺水 除了喝掉的水 没有其他浪费 光喝水能喝多少啊 它的这个饮水量 让每只鸭子来说 一天就在1.5公斤左右 只要把头扎进去 就可以让鸭子随时都能扎个蟒子 而且水槽按照需求 定量供应 需要多少给多少 这就节省了水啊 以前一只鸭子 一天需要13到15公斤水 现在呢只需要1.5公斤的水 好家伙 一个小小的饮水槽 居然能够节约90%以上的用水量 确实厉害 这费水的大烦恼 一下子就解决了 此处应该有掌声 在这同时呢 崔志与他们惊喜的发现 专家说的真对啊 能够减少臭蛋的预言 也能够得以验证 臭蛋数量果然明显少了 我们现在抽蛋的基本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 那么像我们现在这个招蛋的过程 一车呢大概是4320枚蛋 招出来就是十几枚 这个比率是非常小的 为了减少抽蛋 种蛋在孵化之前都需要进行清洗 以前水氧和现在的汉氧 洗蛋孵化的程序是一模一样 怎么现在的臭蛋就变少了呢 就是啊一样的洗蛋 一样的设备 一样的孵化条件 你知道吗 为什么汗氧之后 这臭蛋就变少了呢 因为泡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就泡坏了吧 水污染太严重了 不知道该怎么去 要我们就找点了 水氧时臭蛋多 是因为鸭舍内湿度大 因为这个鸭子在洗完澡之后 它这个胸部的这个羽毛 它都是湿的 湿了之后 然后它进去 进去之后 它这个把这个水 会带到鸭舍里的一部分 别看水氧赫氧 鸭子都是在鸭舍里下蛋 从水里面上来的鸭子 它的羽毛是湿的 成千上万只鸭子 都会把水带入鸭舍 一些粪便 一些鸭毛什么的 都会带进来 所以说这样的话 你看了吗 这个有的时候 会弄到这个蛋上 蛋壳会比较脏一些 蛋壳看起来平淡无奇 就是一个蛋壳 其实啊 蛋壳上面有很多秘密 蛋壳表面 有很多微小的气孔 有多小 小到放大镜都看不见 这些气孔 是交换空气的门窗 一旦细菌通过气孔 进到蛋里面 这蛋就变成臭蛋了 除了有孔啊 蛋壳的外面 还有一层薄薄的胶质膜 这种胶质膜呢 它这个本身就是要减少 这个微生物 致病微生物的这个污染 它是自然的这种保护 胶质膜附着在蛋壳外面 形成了一层透明的保护膜 水养时臭蛋率高 就是和这层膜有关系 这一枚肿蛋 在刚刚这个产出落地之前 落地以后 短时间内 它外面这一层保护膜呀 还没有完全形成 因为呀 鸭蛋在刚刚产出的一两分钟内 外面这一层胶质膜 还是些泥液呢 这时候的鸭蛋 胶质膜没有变干 一点都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 细菌呢 就能透过胶质膜 从气孔进入蛋内 这蛋就变成了臭蛋 原来臭蛋是这么形成的呀 水养时鸭舌内湿度大 容易滋生细菌 细菌多了 鸭蛋被细菌切入的几率就变大了 臭蛋也就多了 现在变成了汉养 只有喝个水洗个脸的水量 鸭子身上没水啊 鸭舌内湿度就小了 而且别看鸭子不洗澡了 汉养它们居然还更干净了 有游泳池的时候啊 这个鸭子它洗完澡以后 它又回来 周边的都是些泥土 或者是这个不干净 它是洗完澡回来 类似于活泥的呀 洗了脏脏了洗 没有了舍池子 鸭子和鸭舌都干净了 这才是臭蛋变少的主要原因 臭蛋少了 那个个都是能够孵出小鸭子的好蛋 让人高兴啊 但好宝宝就发育的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孵化 正常孵化到第13天的鸭子的胚胆 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就是血管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鸭子在里面的洞 这是鸭子头 这是正常的一个胚胎已经形成了 可以很明显地能看到有胎动 两个月以后 他们却发现了一个揪心的现象 这下的蛋呢 是一天比一天大 当时就是剪完蛋以后啊 我发现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大蛋 这个非常的多 之后呢 我和王老师沟通了一下 王老师急了 诶 这蛋大了难道不好吗 咱退一步说 蛋大就大的 这有什么可着急揪心的呢 蛋大了可不行 必须要擅自蛋重 蛋大了 怎么就不行呢 是啊 必啥不让我下大蛋呢 明明是水瓶 为何要让鸭子变成宅男宅女 鸭子离开了水 为何臭蛋会变少 鸭蛋越下越大 急坏了养殖户 它们究竟在急什么呢 水鸭子宅生活 科技院继续为您讲述 您知道 您知道吗 您问我知道 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是很清楚 您知道吗 我先证明一下 您知道吗 我们会咋的 鸭子下了蛋 是要拿去敷小鸭苗的 我们知道 这蛋小了肯定不好啊 可能会营养不够 敷出的鸭苗会先天不足 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吗 敷小鸭 为什么蛋大了也不好呢 大蛋 那一蛋那么大 鸭子也生不下来 那不得难产吗 这个我们真不知道 那个被学习 大个儿蛋 太大了 这样地方可能会把小蛋压碎 我都没了 这个 什么意思 大蛋太大 就像人太胖了一样都不喜欢 我还是喜欢瘦一点的美女 有人猜的呀 还真有门的 有人呢 是纯属凑热闹 这事啊 崔志宇他们懂 养鸭子养了十来年了 作为行家理手 他们非常清楚 种蛋过大 生产效率就低 非常大的种蛋 像这样的 这个孵化效率 孵化率特别低 而且的消耗能量和电费 温度都非常的高 规模化生产 种蛋在孵化时 孵化机里的蛋 接受的温度和时间 都是一样的 当其他的小出鸭 陆续破壳而出时 大蛋们却毫无动静 因为大蛋需要更多的热量 才能够完成 从鸭蛋到鸭苗的转变 所以呢 别看它们大是大 可是一些拖后腿的家伙 为了照顾大多数的蛋 孵鸭苗的时候 就一定要按照 大多数的鸭蛋 来定孵化标准 所以呢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蛋的大小 就必须要均匀 那么最核实的这个大众呢 就是92克左右 92克左右 它这个 孵化冲击啊最好 涯面质量也是最好的 我下个蛋 还得你并规矩 做鸭子 可真难呢 如何它能把每一枚蛋 控制在92克左右呢 孵子与它们家养的是肉鸭 肉鸭就是一个吃货 肉鸭它这个 这个思域非常旺盛 所以说它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冲击串击 它有参照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人家吃的这个 这个料量比较多啊 肉鸭是只要有的吃 它就会咳劲吃 拼命吃 直到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 虽然崔志与他们 家养的是肉鸭 目的呢 却是生肿蛋 卖鸭苗 当以胖为美的肉鸭 遇到这下合格蛋的要求时 这矛盾就出现了 它这个既然是中鸭 所以是目的 不是为了产生 而是为了产更多的合格中鸭 所以让人家 要给它一定一个料理 就是说比较可适 过多了 也不行过少了 也影响产胆 以前鸭子在外水养的时候 活动量大呀 即便是不限制吃时 它们也胖不到哪去 下的蛋也还合格 现在宅在家里以后 好吃好喝的工着 活动量小 能量积攒多 这蛋自然就大了 崔志与他们家的肉鸭 是用来下蛋的 那就得让肉鸭结实 为此 专家给出了鸭子每天吃料的定量 那么通过这个实验研究 也觉得说 它的这个料料 在残蛋的搞风起 残蛋起啊 这个搞风起呢 那么控制到二杯 以四克 坐右上 饮食合理了 下吃的蛋 差不多都在92克左右 孵出的小鸭子 个头也就一般大了 那么我们出来的鸭苗呢 非常的均匀统一 大概都在50克左右的鸭苗 是一级建筑 非常的好 我的宝宝 在蛋壳里 待了二十七八天 马上就要出来了 拍我 拍我 我发型什么样呢 我太帅了 你让我也看看 崔之宇他们发现 这汉养真是好啊 不但节省水 臭蛋少 孵出的鸭苗好 而且养鸭的饲料 还大大节省了 拿我们这样 标准化厂来讲 那么五百个单元 也就是养七万只鸭子 那么这样的话 每天能节约 七百到八百公斤的饲料 你开了水 这好处还真多呀 鸭子告别了水世界 过上了宅男宅女的新生活 不但解决了两个大问题 随之与他们心里 所有的顾虑也都打消了 宅男率高峰94到95 那么受精率93到94 那么合格率的 我们全息保持在97以上 高峰级在98以上 应该说这些指标 都还是非常的理想 现在水压汉氧技术 已经逐渐在整个山东省普及开来 也产生了更大的节能效益 鸭子中业 这就是接近上百块钱 在99块两毛六 如果按照这个山东省 现在普及年 已经达到99的普及率了 要看这个95%以上计算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一年里 它所产生的这个景色效益 就在12月左右 自古鸭子就离不开水 让鸭子变成宅男宅女 貌似是不近人情 不讲鸭道 其实啊 汉氧技术满足了 鸭子生活的必要条件 节约了用水 也提高了生产效益 开辟出了鸭子养殖的新出镜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 相关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信息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科技院栏目的首页查询 同时呢 您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其他方式了解节目信息 感谢您的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提问 再见 河北省千安市的马一鸣 干了几件雷人的事 他用水葫芦喂鹅 会喂出什么样的结果 他让鱼喂鹅打工 鱼能喂鹅做些什么呢 养鹅场里的雷人雷事 科技院下期讲述 本来东西的小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